1975年大寨公社领路人陈永贵成为了国务院副总理 而陈永贵还在大寨时就曾经提携过一位副手 叫郭凤莲 这个名字在中国的80年代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 曾一度走红 他是陈永贵提拔的干部 也曾经是大寨公社的重要领路人之一 可在1980年 他突然被免去职务成为众矢之地 备受斥责和羞辱 然而 如今的他已经76岁高龄 却仍然坚定地留在大寨默默地工作着 那么郭凤莲是如何从农家女成为干部 80年代那段快速发展的时代 他又经历了什么 最终又是如何度过艰难岁月逆风翻盘的 想知道郭凤莲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 屹立不倒的老铁们 请在弹幕打上想知道 精彩马上为您揭晓 郭凤莲于1947年 在山西省西阳县的小村子里出生 他原本并不是大寨村的 因为在很小的时候 母亲去世 就被父亲送到他们隔壁的大寨村生活 在大寨村长大的郭凤莲 从小就见证了大寨人艰苦的奋斗历程 而党支部的老前辈和大寨村民们 展现出来的勇于拼搏的精神 也深深地感染了郭凤莲 1963年 一场猝不及防的天灾队装嫁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当时在大寨村任职的陈永贵 迅速带领村民投入到抢救粮食的工作中 彼时 只有16岁的郭凤莲也想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义无反顾主动参与抗减救灾的工作 除此外 他还将同村的多位父女同胞团结在一起 帮助男同志们一起努力奋战 此后 郭凤莲带领的女子突击队经常活跃在各种场合 为了帮助大寨发展 他们总是会出现在有需要的地方 他们没有因为自己是女子就退缩反而越战越勇 无论是寒冬还是眼下 他们都从不抱怨 正是郭凤莲带领的队伍拥有钢铁般的意志 所以他们被村民称为铁姑娘队 郭凤莲铁姑娘的称号由此而来 铁姑娘 郭凤莲的表现陈永贵都看在眼里 她非常喜欢这位赶冲赶闯的女同志 也十分信任她的能力 1966年 陈永贵就介绍郭凤莲入党 还让她担任大寨村的副书记 1973年 陈永贵被调入县里工作 大寨村的党委书记职位就空了下来 陈永贵便推荐郭凤莲担任这个职位 经过大寨村党支部的讨论 一致认同让郭凤莲担任党支部书记 所以郭凤莲就成为了新一任的领头人 从此开始了她的大寨岁月 这年她才26岁 在铁姑娘郭凤莲的带领下 整个村子都变得充满干劲 郭凤莲有能力 在她的带领下大寨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村民的生活水平和粮食产量都在逐年提高 在工作中 郭凤莲言于律己 对村民们丝毫没有领导的架子 她像以前一样和村民一起下地干活 所以村民们都十分信赖这位书记 年轻的郭凤莲有着一腔热血 她准备带着村民们再大干一场 可却出现了变故 郭凤莲在1978年被免去大寨公社的领导职务 这不禁让人疑惑 她工作一向尽职职责 为什么会突然被免职 郭凤莲被免职是因为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都有所调整和改变 而大寨公社所实行的农村集体化生产政策也没有更好的进展 大寨村的各方面都开始停滞不前 这使得郭凤莲所负责的大寨公社的组织模式和政策已经不再适用 她的领导地位和政治地位也被削弱 之后 郭凤莲就被免职了 但其实这并不是她的问题 从过去的包产到户 向家庭连产成包则认质转变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被免职后的郭凤莲大哭了一场 但是她明白不能因为一次挫折 就放弃一生所坚持的事业 所以她服从了党的安排 听从党的安排 她离开了大寨去各个地方学习 她知道要想为大寨村的发展继续做贡献 就必须得有夯实的理论知识基础 想明白后 她又充满了干劲 自己要让从小到大生活的大寨发展的更好 让大寨村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郭凤莲并不在意别人对她的评价 而是希望默默地守护大寨公社的灵魂 所以在当地的临时小学里 开设了大寨风范相关的讲座 告诫年轻人要以大局为重 她坚信无论是对自己 还是对国家 对世界的贡献 都源自于自己心态的稳定 外表的简单 而内在的点滴积累 而这才是大寨精神真正的内涵 郭凤莲的经历 不仅仅是大寨公社的历程 更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她的故事表明 一个人的努力和奉献 是可以改变一个地方的命运 她的勇气 创新和实践精神 其实我们要思考 并解决社会中的难题 不断推动社会改革和发展 如今 随着时代的进步 中国的农村面貌也在发生着变化 但是 农村发展还面临着很多难题 如土地问题 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 大寨风范的精神 也成为了指导农村发展的重要思想 基于此 大寨公社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长征路上的一块牢固的路街 自从郭凤莲离开了大寨 他无时无刻都在牵挂着大寨的村民们 而村民们也十分怀念郭凤莲做党支部书记的日子 也期望着有一天 郭凤莲能再次回到大寨来带领大家继续发展 终于在1991年 西洋县委决定让郭凤莲再担任大寨村的党委书记 这次郭凤莲十分有信心 希望能再次带领大寨村民重新走上辉煌 可是实际情况却不太乐观 大寨现在的发展处境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首先 依然保持着农村集体化发展的大寨 跟不上现在时代发展的脚步 其次 郭凤莲在调查中发现大寨村民的收入非常低 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 而大寨村还欠下了许多外债 他意识到了现在的大寨相比于其他地区 已经落后太多了 郭凤莲知道要想改变大寨现在的现状 必须动员起村民 他开始分别找村民谈话 让大家更加了解现在社会的现状 他也知道 仅止上谈兵 是无法让村民更好的了解现状 必须让村民们走出去看看 学习先进地方和大城市的人如何发展的 于是郭凤莲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坐路费 带着村民前往许多农村和城市学习经验 从大城市回来以后 郭凤莲和村民们总结经验共同讨论 他一步步制定计划 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就是成立一家公司 郭凤莲找到了适合大寨村发展的道路 开始着手发展养殖业 他结合大寨村现状 在当地建了一个羊毛场 万事开头难 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村想办场 更是难上加难 于是他开始四处奔走 联系乡镇 向其他地区借钱 当时社会上有人听说郭凤莲要在大寨办场 但遇到资金问题都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经过各方的帮助 才勉强把厂子办了起来 在郭凤莲的带领下 羊毛场终于运作了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 羊毛场逐渐有了盈利 欠下的债务也慢慢全部偿还 他借着顺应历史潮流 因地质疑 在资金充分的情况下 他陆续又办起了多个厂 大寨的厂子规模逐渐壮大 质量逐渐提高 产品也远消各地 因此村民们也逐渐富裕了起来 在有一次看到大寨的崛起后 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学习 灌摩大寨的经验 大寨村的崛起 与郭凤莲的努力密不可分 他不仅创办厂子取得了成功 还紧跟时代潮流 发展了当地的旅游业 在早年 大寨村的旅游业并不发达 游客很少 然而郭凤莲却发现了 大寨村的旅游潜力 并决定发展旅游业 给大寨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为了发展旅游业 郭凤莲积极带动当地政府 改善村里的旅游设施和环境 同时也鼓励和帮助村民 改变生活方式 提供更好的服务 他甚至亲自到外地 去学习旅游管理和服务 提高自己和村里的服务质量 通过郭凤莲的努力 和大寨村的悠久历史 大寨村的旅游业逐渐崛起 越来越多的游客 前来游览大寨村 享受大寨村历史文化 和美丽的景色 郭凤莲的努力 不仅推动了 大寨村旅游业的发展 同时也为村里的经济发展 注入了新的动力 这也促使更多的村民 加入到旅游服务中 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如今 大寨村旅游业 已经成为当地经济的 重要支柱之一 郭凤莲也因其 对大寨村经济建设 人民生活的贡献 得到了众多人民的 敬重和崇敬 郭凤莲如今 已经是一位76岁的老人 他退休已经很多年了 但他仍毫不懈怠 一直在他的家乡 大寨工作 从初升起 郭凤莲就一直 与大寨村紧密相连 他在这里成长 创业 为大寨经济发展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即使退休后 他仍然坚定地 留在大寨村 为了家乡 为了梦想 为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如今 虽然时光已经不在青春 但是郭凤莲的心灵 却始终年轻 他每天都会在大寨工作 帮助那些年轻的工作人员 开展农村发展工作 他说 今年是大寨风范 建成40年的纪念日 他要和年轻人们一起 回忆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40年前 大寨公社 还是贫穷落后的农村 人们生活艰苦 社会经济发展缓慢 但是 郭凤莲和其他领导人 意识到了 集体经济的重要性 于是 他们通过发展农村工业 修建水利 提高集体组织的 领导能力等方法 一步步改变了大寨的面貌 创造了大寨风范 在他的帮助下 大寨村的农业产值 不断增长 旅游业也日益繁荣 他坚定不移地 推动着当地经济的发展 为更多的人 创造就业机会 他也不断寻求新的方法 来改善大寨村的 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 使大寨村成为一个 更加宜居的地方 此外 郭凤莲也积极参与 当地的慈善事业 帮助有需要的人 他始终把爱人民 服务人民 作为自己的使命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去践行着 多年来 他一直致力于 推动大寨村的发展 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 注重环保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在当今新媒体时代的背景下 郭凤莲赶上了新媒体的热潮 并开始尝试 利用新媒体手段 为大寨村的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郭凤莲响应 山西省政府的号召 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召集大寨村的村民 一起开展线上带火直播 面对疫情期间的经济下滑 郭凤莲抓住时机 积极引导大寨村的农产品 与旅游资源 通过线上直播进行销售 他带领着村民们 用手机和直播软件 来展示当地特色的农产品 手工艺品 以及旅游景点 引导广大消费者 来到大寨村购物消费 通过这种创新的方式 不仅带动了大寨村的经济增长 还提高了当地居民的 就业率和生活品质 虽然已经年于古稀 但郭凤莲依然保持着 非凡的精神和任性 将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 他说 只要能为大寨村做一点事情 他就会继续奋斗下去 他相信 在未来的日子里 大寨村会变得更加美好 让更多人感受到 家乡的温暖和美好 现在的大寨村 虽然已经没有当年的辉煌 但是它代表的是 那个伟大时代的精神和力量 是中国农村发展历程中的 重要篇章 这里曾经诞生了大寨风范 曾经有过多少 真正为群众服务的干部和人民 郭凤莲身上的精神和他的故事 也成为了这里又一次回忆和思考的纽带 我们的脚步不能停止 我们的信念不能动摇 郭凤莲说 他相信 在新的时代 大寨风范的精神会继续传承下去 会为中国农村的发展 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 在大寨风范光辉的历史长河中 郭凤莲的故事 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但却具有深远的意义 他的执着和信念 始终坚守在农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为农村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种精神 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 更是新时代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经验和启示 现在的大寨村 有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比起当年的大寨风范 无疑更加成熟和完善 郭凤莲的身影 始终点亮着人们前行的方向 他的故事也丝毫没有被遗忘 而是在现实中继续闪耀着光芒 我们要学习郭凤莲这样的人物 坚持信念 并不断为人民群众服务 相信在共同的信仰下 我们一定可以在新时代中翻开崭新的一页 为中国农村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保证 白隄介绍